那大疆的这个X4,GoPro的11 那这两台运动相机呢 是目前啊 这个领域里面最好的两个品牌里面 最好的运动相机 就我之前对比过X3和GoPro11 可以说两台运动相机各有特点 有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看一下 那这次呢再给大家来对比一下 X4和GoPro11的使用体验 方便大家更好地去了解X4 我喜欢做一些对比的评测 并不是为了这个捧高踩低 而是方便大家更好地了解 X4呢以及不同设备之间的一些区别啊 就我也不建议大家盲目的入手最新的设备 就我自己目前最喜欢的运动相机呢 其实也只是大疆的X2代啊 言归正传啊 X4呢最大的升级呢 就是把CMOS呢 从之前X3上的这个1.7分之1英寸啊 提升到这个1.3分之1英寸 等效像素呢尺寸呢达到的2.4微米 GoPro11呢是1.9分之1英寸 1.12微米 那这也就意味着这台X4呢 在热光情况下呢 会有比较明显的改善啊 那这种对比素材呢 用的就是相机的这个自动曝光啊 可以看到啊 在光线相对啊 这个较暗的环境中 X4呢明显的是比GoPro11更亮的 那进入到水下这个光线助检啊 GoPro11的画面呢 已经黑的没有细节了 X4呢还是可以看到水里面呢 有细节了 那这个手持自拍的画面呢 也是可以看到的啊 就在热光的环境下 X4的表现呢 确实提高了一个水平啊 GoPro11呢 人物面部呢 几乎看不清楚了 而且色温影响呢 也比较大 那整体来看啊 这次X4啊 在热光下的表现呢 完全是碾压GoPro11 就果然是抵达一级压死人啊 就看这个GoPro12出来以后呢 是什么表现啊 大光比的环境拍摄呢 也是考验运动相机的场景之一 X3上呢 有个单独的HDM 是来应对这个大光比环境的拍摄啊 不过X4呢 这次采用了更好的这个传感器 提升了动态范围 就取消了这个HDR这个模式选项 那这是4K60帧下 这个两款相机呢 在大光比环境下的拍摄啊 就结合这个波形图呢 可以看到啊 就GoPro11的高光处点啊 暗部探底 X4的这个高光和暗部呢 都留有一定的余地啊 就直观的感受呢 就是高光的部分区别不是很明显 但是呢 暗部呢 是可以明显看到啊 GoPro11呢 有更多的这种死黑的细节啊 把GoPro的这个暗部提升一下啊 放大呢 可以看到啊 无论是这个记录的信息和细节的表现啊 它都不如这个X4的暗部表现 那应对大光比这种极端环境啊 两台相机呢 都有绝招啊 X4呢 是可以在4K30帧 以及以下啊 这个启用传感器的这个HDR技术啊 就增前画面的这个明暗信息 特别是暗部呢 可以看到啊 相比4K60帧呢 还是有区别的 GoPro11呢 则可以采用这个5K30帧 来提升画面的这个细节 特别是暗部的这个新造品呢 也有一定的提升啊 就再来对比一下这个X4的4K30帧 和这个GoPro11的5K30帧啊 就整体表现呢 其实跟刚才差不多啊 GoPro11呢 还是高光触顶暗部探底 直观感受呢 就是暗部的死黑比X4明显 那提亮GoPro的这个暗部呢 这次表现比刚才还好了些啊 就整体来看啊 这个X4的这个动态范围呢 要比GoPro11呢 要稍微好一点 那另外呢 在光线比较强的场景下啊 GoPro11呢 这种直出对比度 拉到最大的这种HDR效果调校方式 相比X4呢 在风光拍摄上呢 会更讨喜一些啊 但是呢 如果画面中有人物的话啊 肤色会显得有点锐化过度啊 这个有利有弊吧 那这次X4的这个升级呢 主要是新的传感器呢 带来了更好的画质表现啊 其他方面呢 外观啊 设计操作之类的 其实跟之前的X3的差别不大 就我在之前的这个X3呢 和这个GoPro11的对比视频中呢 也分享了啊 两台相机不同的使用体验 那这期视频呢 就跟大家简单的回归一下 另外呢 会补充一些啊 之前视频中没有提到的地方 那除了弱光的表现 就是我觉得 两台相机的这个 几变的感受区别呢 也比较明显啊 这个很直观 就这个是最广视角下的 两台运动相机的画面描述啊 GoPro11呢 它没有X4广 但是呢 几变呢 却比X4更为的严重啊 那可以看到 边缘的这个电线杆呢 已经弯的幅度比较大了 那这是两者第二广的 一个视角的对比啊 GoPro11的这个边缘几变呢 还是比较大 就直到这个标准视角 GoPro才有了这个不错的改善啊 那这个是镜头在运动过程中 画面的几变变化啊 可以看到GoPro11呢 在树木这个移动到边缘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 底变呢 这个很直观 就如果你只有一台GoPro11 你可能会觉得 这个超广角镜头几变 确实还可以接受 但是呢 当把这个X4同样的 这个视角的素材 放在一起之后呢 才会觉得大疆在这个几变纠正 这块啊 做的确实不错 X4呢 还拥有这个色温的传感器啊 就在光线复杂的这个场景下 可以啊 更精准的还原颜色 比如这个场景 实际上这个灯光的颜色呢 是蓝色的啊 远距离拍摄呢 两台相机呢 都还可以正确的识别这个蓝色 随着走进呢 你可以看到 这个GoPro11的画面色彩呢 开始向这个品红色偏离啊 人物的肤色呢 X4呢 也能相对更好的还原 加上传感器的这个优势啊 可以看到 X4的表现呢 要比GoPro11好很多啊 另外呢 这次X4的这个裸机防水呢 从16米提升到了18米 依然支持这个快充 相比GoPro11呢 都有一定的优势啊 就讲了这么多啊 大部分呢 都是X4的优点啊 接下来呢 来说说这个GoPro11的优点 那就这块 能拍这个5K的 这个8比7画幅的传感器啊 选择这个拍摄模式呢 最高呢 是可以拍摄 5312乘以4648 这个像素的视频啊 也就意味着原始素材 你无论是剪辑成横屏 或者是竖屏的视频 它都能保证 最长边的这个像素 至少达到4648的这个4K级别的素材 那这对有高质量数拍需求的小伙伴呢 就很方便啊 就你不需要前期去考虑横竖的一个拍摄 拍完呢 直接后期才切这个横屏 或者是竖屏的视频 大疆呢 则是可以通过磁吸的这个物理切换啊 横竖拍摄 就也算快捷 另外呢 GoPro11的这个5K视频呢 对比大疆的X4的这个4K视频呢 在放大看的时候呢 还是可以看到这个5K在画面的清晰度上呢 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啊 另外呢 GoPro11呢 它内置有GPS啊 可以在后期的视频中添加这种GPS的一个信息 X4呢 则需要通过另外的这个GPS蓝牙遥控器配件呢 才能在后期添加这个GPS的一个信息 还有一点呢 就是我在之前的视频中没有提到的 就是GoPro的这个视频的文件压缩方式呢 应该是更为的高效 就你拍摄4K60帧 X4录制一分钟的容量呢 是530M左右 GoPro11呢 则是450M左右 这对于有大量素材拍摄需求的小伙伴来说 GoPro11呢 是更有优势的 但是呢 你使用GoPro11呢 要注意这个长时间录制过热的问题啊 就最近呢 正好天气比较热 我在室外测试这个满电录制4K60帧的视频 GoPro11呢 消耗的电量的速度呢 要比X4更快一点 GoPro11录制了16分半 就提示这个过热关机 X4呢 在20分钟的时候呢 提示过热关闭LCD屏幕 然后呢 一直录制到76分钟的时候呢 电池没电了 也没有提示这个过热关机啊 那两台相机的拍照表现呢 之前呢 我也没有去讲啊 就主要我很少去用运动相机去拍照啊 这里呢 跟大家来简单的对比一下 那两台相机呢 都是可以拍摄RAW文件的啊 基于两台相机这个CMOS的不同啊 拍照的区别呢 基本上啊 就是在于这个像素的这个不同 和这个弱光噪点的表现 GoPro11的照片像素呢 更高一些啊 可以拍到5568乘以这个4872 2700万像素的照片啊 X4呢 则可以最高可以拍到3648乘以2736 这个1000万像素的照片啊 放大看呢 可以看到GoPro11呢 相比X4呢 是更清晰一些的啊 按摩的噪点呢 GoPro11呢 相比X4呢 也更多一点 那在操作的一个使用体验上 我就我觉得X4呢 相比GoPro11呢 更加的人性化啊 细节呢 也做得更好 比如呢 这个切换模式的这个语音提示功能啊 就方便我们在不方便观看屏幕操作的时候呢 可以准确的切换到需要的拍摄模式 还有更改参数的效率啊 X4呢 也是体验更好 虽然呢 这两台运动相近呢 都可以保存预设的参数呢 去进行更改 但是呢 我自己日常拍摄中 反而最常用的就是根据拍摄情况 你去调整参数 X4呢 它可以直接进入到二级菜单呢 更改分辨率和帧率啊 而GoPro11呢 则需要进入到多级的菜单呢 去调整啊 在这个频闪的场景中啊 就我只需要简单的两幕呢 就可以把帧率调成25 或者是50帧来避免频繁 而GoPro11呢 你要使用这个30帧或者是60帧的话啊 参数里面 它是无法直接调整25或者是50 你需要进入到这个设置的菜单中啊 通过层层的进入呢 才能进行调整更改 还有呢 这个屏幕的亮度的调整呢 也是一样啊 GoPro11呢 会更麻烦一些啊 配件方面呢 两家呢 都有不少的原厂配件和副长配件 大部分的配件呢 都可以通过转接互相使用 GoPro的原装配件呢 相对来说啊 比大将的原厂配件贵一些 我累了一些常用的 大家呢 可以看一下 目前呢 副长的各种平T配件呢 也都比较成熟啊 追求性价比 还是建议考虑这个副长的配件 不过呢 大家呢 有一些原厂的配件呢 还是很有特点啊 就比如这个电视盒啊 它方便需要长时间 高强度拍摄的小伙伴啊 还有这个ND滤镜的一个套装啊 就在光线强度比较高的情况下 使用ND滤镜呢 它可以让快速运动的画面呢 有更好的这个运动模糊的一个效果啊 另外呢 搭配原厂的这个自拍杆拍摄啊 它后期呢 是可以在APP中呢 消除自拍杆啊 那在售后的方面呢 大将毕竟是国产的品牌 之前呢 我也体验过大家的售后 就只要是在这个合力的范围内啊 确实还不错 结合呢 之前iQ3呢 对比GoPro11的视频 就我认为目前iQ4啊 相比GoPro11的优点很多啊 整体的使用体验也更好 现在呢 就看这个GoPro的下一代产品呢 如何扳回一城了 OK那本节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啊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啊 就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